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不是曹館长啊 呦 张先生 陈先生 两位好 要要过年了 是不是到往博物馆来看湖展来了 对啊 欢迎 欢迎 走走走走 看看我们这博物馆 有点过年的气氛了吧 我是单板发烧友 黑格柳七 今天我和我的朋友迪雷一起来到北京民苏博物馆 来感受一下传统的春节文化和奥运文化的膨胀 中原宝殿 中原宝殿 今年的虎展 在这宝殿里面进行展示 这是贵州的用虎做的一个逻具 也叫吞口 好 跟那一个是一样的 对 刚才那是图片 这是实物 这些都是我们几千年历朝历代的和民俗相关的一些文物的一些古的一些生肖展 这种小衣服也见过 但做的没有这么精致 小的时候在老家还真见过 都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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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真有 虎吃的骨头 咬着骨头 牙口好 牙口好就是身体棒 是吧 虎 在我们民俗文化之中虎虎声微 龙吟虎啸 是一种威风 一种向上 和我们这种奥运文化的向上 竞技息息相关 咱们刚才不是在我们那个战厅看我们的虎声响展了吗 现在咱们去看我们的民俗博物馆的司法家 吕子珍 他在写春联 新年那一庆 嘉年好长春 花雪这么多年给我留下最深刻的一件事实际上是 我带我的血板去了南极 在南极过了春节 贴这个春联 贴窗花 贴肤字 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一年两年过去了 今天我又在这里跟大伙一起写符字 过这个游艺的春节感到非常的开心 春节的时候都必须要挂符 中国的虎字写法特别多 好 这三个 漂亮 你是为奥运准备了脸了吗 有 有 有 喜红圣事吗 双喜啊 传统的春节遇到了冬奥 把您祝福的话给我们写出来 喜 我们中国的书法艺术和冬季的这个像滑雪运动员一样 是吧 真是讲究这种对称呀 协调 好 奥运文化和我们这个书法文化结合到一块了 这个例子是这样的 像滑雪的那个雪板 因为这个是传书的鞋滑 哦 真是 看真很像啊 我就依自己的形式来参与这次冬奥会 就是要滑遍七大洲 带着自己的雪板来看世界 来传递咱们中国人也有参与滑雪 参与冬奥这个热情 我怕咱们中国的这个国旗 还有机箱物带到了南极大陆 我的国外朋友看到他们也很振奋 也很钦佩 我比较擅长的是双板自由式 就是在雪上可以自由地滑 可以跳跃 然后旋转 更能释放人的这种对于自由的这种相望 我觉得我们多去参与冬奥运动 就是对冬奥会的更好的宣传 我最大的希望是全世界的运营员 在竞争的同时 更能享受到奥运会带来的快乐 喜迎盛世 助力冬奥 让我们祝福冬奥